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兩分鐘教學 我是嘉神 上一次我推薦大家限時免費的軟件 威力導演 你走在了沒有 沒的話我都幫不了你 這幾天都不看我的影片 這次我們主要用兩分鐘 解釋威力導演怎樣去剪一條影片 真的兩分鐘說完 首先我們把拍好的影片拖在媒體庫裡面 再把影片拖到時間軸上面 當你需要剪一些不需要的片段 你就可以按一個分割的按鈕 就可以把影片一分為二 重複這個步驟 你就可以把中間不需要的部分剪掉 但你想問如果你想把影片放大旋轉怎麼辦 你可以按時間軸上面的影片 Double Kick一下 它就會彈一個視窗給你 就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放大旋轉 顏色等等都可以 至於你說想加萬次 很簡單 你在左邊的選單上有一個T字 你按一按它之後就找到不同的字形 不同的Size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位置 或者不同的款式 只要怎樣按 一樣方法 拖到時間軸之後 Double Kick它之後就可以開啟了 想加音樂很簡單 就這樣拖下去就可以了 剪音樂也是一樣用這個分割工具 就可以以一分為二或者切開啟了 其實去到最後 輸出檔案就可以把你剪完的扁輸出來了 雖然它好像很方便的可以幫你上傳上Facebook YouTube等等 但我建議你還是直接輸出到桌面 確保自己有沒有做錯 選取你本身影片的FPS 或者解像度 不明白的話可以按I字 我之前有影片說過 基本上輸出H.264就沒問題了 其他功能就讓大家自己慢慢研究 其實這隻軟件我沒用過 我也是第一次打開的 今集兩分鐘夠了 先去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留下一個like給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